小畅 你怎麼回事 怎麼把娘子的手給弄傷了 以後給我小心點 大夫來了 還疼嗎 不過是情形崩了手而已 常有的事 哪需要這麼大戰場 還請來大夫 以前我不知道也就算了 可如今你既然跟了我 自然是得金尊玉 是玉貴的 快 坐下 大夫來了 大夫 快點過來 給我們家娘子看看手 她的手可千萬不能傷著 謝謝大夫 這是給您的一點心意 謝果神官人 慢走 怎麼樣 還疼嗎 以後可不許這麼不小心了 我看你這一整天 都魂不守舍的 是不是因為招叛兒 派人過來找你的緣國 她呀 就是一個商婦 長袖善武 花樣太多 你既然已經跟她決裂了 就還是離她遠一點好 她是商婦有如何 我和她合夥開茶坊 你是不是也覺得我花樣太多了 都這個時候了 你還護著她 還真是姐妹情深哪 就算我再討厭她 也是我跟她之間的事情 輪不到別人說她的不是 我也算別人嗎 如果你不是別人 那你那一句 你既然跟了我 又是什麼意思 沈郎 這段日子裡 你待我幾好 錦衣玉食 無所不備 可是我還是想問你 在你的心裡 你到底把我當綠珠 還是你未來的娘子 當然是後者了 這個問題 你難道還要懷疑嗎 府裡上上下下 誰不稱你為娘子呢 那咱們 什麼時候成親啊 我也正好要和你商量這件事情呢 咱們成親之前 總得先幫你拖了急吧 怎麼 你之前不是說和教訓室私交甚密 這件事情簡單至極嗎 難道還能有什麼波折不成 不是波折 但是這件事情 確實也沒有那麼容易啊 你別生氣 聽我慢慢說 官機要想拖急 總得找一個說得過去的理由吧 要麼嫁人 要麼年老 要麼受到了朝廷的恩賞 我若只是想 納你為妾的話 不過只是和教訓室 打個招呼便罷了 可是我要娶你做正頭娘子 這樣做 就絕對不行 不然 不光是閻官饒不了我 就連你 這輩子也別想在其他夫人面前 抬起頭來 所以最好的法子 就是先幫你 找到其他的拖急理由 然後再找到其他的良家 把你認養到名下 你覺得 我說得有道理嗎 這就對了 所以我們就先想想其他的辦法 為了咱們以後的幸福 除了我 你也得好好努努力 我能做什麼 不用做什麼 你就跟著我 出去交集交集就行了 你已經得到了 柯老相公的提字 若是能在師會曲會上 再博得幾位重臣的誇獎 那麼 讓他們去教訓室那兒 討個人情 成全你的拖急之情 極不時更加自然 你是要我去討好那些官 怎麼會呢 只不過是和他們談笑幾句 有空的時候 就給他們談兩支曲罷了 如今啊 你已經冥滿東京 有誰敢對你不敬呢 是 林正 我知道你品性高潔 不願意行媚人討好之事 所以 我才迟失沒有跟你提這件事 但是為了咱們以後的幸福 就委屈你一下 好嗎 好嗎 真的 自然是真的 我以後的日子 你一定要過得比別人更揚美妒忌 為了這個 我什麼苦都願意吃 我的好娘子